各位中时电子报的观众大家好 我是纽泽勋 世大运结束 其实我心里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想法 这也是我对世大运的一个结论 就是这个结论就是说 柯P全营 台北通书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结论呢 基本上我们会看到世大运举办之前 所有的相关行销的一些焦点 似乎都在柯P身上 我们看到柯P会带熊猫的一个面膜 我们看到柯P会试喝珍珠奶茶 我们看到柯P跟很多YouTuber 跟很多的一些网红 去拍摄相关的视频影片 但是所有媒体报道的一个焦点 都在柯P身上 YouTuber也好 网红也好 似乎都成为了他的一个配角 跑龙套的一个角色 另外我们也看到开幕时间 那个军公教的一个团体 也就是反连改的一个团体 他们透过了整个冲撞 或者是抗议的一个 成抗的一个动作 我们发现台北市政府的一个危案 出现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但是柯P回应王八蛋之后 所有的焦点都被柯P转移了 大家就认为柯P 他是非常有霸气的 去强化了他自己本身 素人政治家 我口说我心这样的一种形象 但是台北市的一个危案 需要检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焦点完全就被模糊掉了 所以我们才认为就是说 柯P在这次世大运的一个过程中间 他是全胜的 因为这是我们得奖牌的一个数目 又非常非常多 我们的票房的一个进账 也非常的一个亮眼 正好就大家就认为就是说 哇柯P之前的一个起伏吃素的一个动作 是值得嘉许的 所以我们才认为 世大运来讲的话 对柯P来说是全胜的 他的政治能量达到顶峰 蓝绿都要旁边站 那但是呢 我认为台北市政府 在这一次的一个 世大运的一个过程中间 应该说台北市 在世大运的一个过程中间 并没有去强化 它应该被强化的一个 城市的一种格局 也就是说在行销面向上面来讲的话 它是有非常大的一个 不足的一个支出的 那日后呢 其他重要国际的一个赛事 或是重要的一些国际会议 会不会选择台北来举办 我觉得心里面有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疑问跟问号 为什么呢 我有几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就是说 因为开幕的时候 军公教的一个城抗 所以导致了 为安滴水不漏 这样的一个承诺破功 那你又想想看就是 日后呢 国际上面重要的一些赛事 或重要的一些会议 怎么敢来台北市做主办 我觉得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是我心里面的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疑虑 第二个 台北市政府 在主办世大运的一个当下 它并没有一个主轴 拉高的一个 以价值观为主的一个 主轴的一个概念 我们知道 2008年北京奥运 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就是主轴 12年的一个伦敦奥运 永续跟新生 也是一个主轴 16年的一个礼约奥运 它强调的是一个 环保跟和平的一个价值 但是这一次呢 台北市政府主办世大运 我们台北市的一个主轴 对于世大运的一个主轴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它并没有一个 清晰的一个说明 意思也就是说 我们浪费了这次 拉高台北市的一个 视野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因为毕竟 你没有办法聚焦在一个 比较高层次的一个 价值观上面去凸显出 你台北市的一个地位跟角色 我觉得这个部分 是非常非常可惜的 那第三个 通常来讲的话 一个大型赛事 或国际会议的一个举办 通常都是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 通力合作 在资源的一个转换上面 资源的一个聚合上面 或是人员的一个资源上面 中央政府应该都要去 支援地方政府 而地方政府主办城市 也应该能够在这个 活动一年之前 可能就要开始动员 它的一个群众 去形作一种光荣的一个意识 比如说它就应该要去招募义工 去从事各方面的一种服务 去强化民众 对这个大型赛事举办的一个光荣感 我们可以举一个 9月3号 厦门要办金庄会议 这样的一个例子 厦门市政府 大概可能是在一年之前 就开始进行了一个动员 各方面的一个管道 去动员群众 希望能够去强化服务 或者是志工 这样的一种角色 我们也看到 那个时候的 那个中央政府 跟地方政府厦门市 他们会去进行资源的一个转环 资源的一个转换 资源的一个整合 或者是资源的一个合作 去强化去让厦门市的一些硬体建设 不管是一个地铁的一个建设 或者是一个路面重新铺钵油 这样的一个建设的一个动作 或者是呢 出一笔相关的一些经费 去让这整个主要街道周边的一些房屋 去进行一些相关的改建 美化 或者是一些 重新把它粉刷这样的一些动作 厦门市政府 它会配合中央政府 去做这样的一种动作 是希望能够去凝聚市民 对这个城市的一个感情 对这整个的一个 大的一个国际会议的一种认同 同样的也能够借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去拉高城市的格局跟能见度 但是呢 我们在市大运的一个主办过程中间 我们并没有看到 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 有很绵密的一种合作 我们也没有看到民进党政府 有针对这整个台北市政府的一个市大运 去释出非常多的一个资源 或者是人力 我们也没有看到 柯P台北市政府 他有计划的去动员民众 去进行这整个义工的一种参与 反而我们看到的是 8月19号市大运开幕之前 一个礼拜的一个民调 有七成八的人 没有办法清楚的指出 台北市大运开幕的一个时间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就是说 台北作为一个主办的一个城市 它很可惜的 没有借由这样的一个大型的运动赛事 去拉高自己本身的一种能见度 去形塑一种市民的一种光荣的一种意识 也没有办法去把自己城市的一种 主要的一种特殊的一种感觉 给建立起来 我们看到的是柯P 在执政的一个过程中间 这整个大巨蛋 似乎问题还没有告一个段落 我们看到的是 很多的一些相关城市的一些硬体建设 没有办法跟着整个市大运 去做同步的一种拉伸 这个是我们觉得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才会有一个比较悲观的一个结论 就是柯P全胜 台北通书